跟随上帝的心意 是父亲最深的期许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雷王记上》第二章 这一章 我们将陪伴着所罗门 来到大雷身边 聆听他在临终前所留下的遗训 这当中除了有父亲对儿子的期许 也包含了一颗迫切想保护儿子的心 大卫早已遇见 有些人可能会在未来 成为所罗门的心头大患 所以有许多防范措施 是必须执行的 而他也嘱咐儿子 务必要倚靠上帝的智慧来做决策 谨慎与怜悯都不可少 让我们写来读《雷王记上》第二章 《雷王记上》第二章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 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典章 法度 这样 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 竟都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 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然做以色列的国位 你知道西鲁亚的儿子约亚 向我所行的 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和义铁的儿子亚马萨 他在太平之时 流着二人的血 如在征战之时一样 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袋 和脚上穿的鞋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 不容他白发安然下阴间 你当恩待激烈人巴西来的众子 使他们常与你同袭吃饭 因为我躲避你哥哥压沙龙的时候 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在你这里 有巴护林的汴雅敏人 基拉的儿子世美 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 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 后来缺下约旦和银接我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启示说 我必不用刀杀你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聪明人 必知道怎样待他 使他白头剑杀 流血下到阴间 大魏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 大魏做以色列王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索罗门做他父亲大魏的位 他的国甚是坚固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 去见索罗门的母亲巴士巴 巴士巴问他说 你来是为平安吗 回答说是为平安 又说我有话对你说 巴士巴说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 你知道国源是归我的 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 不料国返归了我兄弟 因他德国是出乎耶和华 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 望你不要推辞 巴士巴说你说吧 他说求你请索罗门王 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萨赐我为妻 因他必不推辞你 巴士巴说 好 我必为你对王提说 于是巴士巴去见索罗门王 要为亚多尼亚提说 王起来迎接 向他下拜 就坐在位上 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 他便坐在王的右边 巴士巴说 我有一件小事求你 望你不要推辞 王说 请母亲说 我必不推辞 巴士巴说 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萨 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 索罗门王对他母亲说 为何单替他 求书念的女子亚比萨呢 也可以为他求国吧 他是我的哥哥 他有祭司亚比亚他 和喜卢亚的儿子约亚为辅佐 索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 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 不然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耶和华建立我 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 照着所应许的话 为我建立家世 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 于是索罗门王 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将亚多尼亚杀死 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 你回亚拿图 归自己的田地去吧 你本是该死的 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 抬过主耶和华的约会 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 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 索罗门就割除亚比亚他 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 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世罗 论以利加所说的话 约亚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 却归从了亚多尼亚 他听见这风声 就逃到耶和华的账目 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索罗门王说 约亚逃到耶和华的账目 现金在祭坛的旁边 索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说你去将他杀死 比拿亚来到耶和华的账目 对约亚说 王吩咐说你出来吧 他说我不出去 我要死在这里 比拿亚就去回父王 说约亚如此如此回答我 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 杀死他将他葬埋 好叫约亚流无辜人写的罪 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 耶和华必使约亚流人写的罪 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右翼又好的人 就是以色列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和犹大元帅 义帖的儿子亚马萨 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 故此留着二人写的罪 必归到约亚和他后裔的头上 直到永远 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 并他的家与国 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 直到永远 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上去 将约亚杀死 葬在旷野约亚自己的坟墓里 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做元帅 代替约亚 又使基斯萨都 代替亚比亚他 王差遣人将士美照来 对他说 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 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你当确实地知道 你何日出来过其伦西 何日必死 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士美对王说 这话甚好 我主我王怎样说 仆人必怎样行 于是士美多日住在耶路撒冷 过了三年 士美的两个仆人 逃到迦特王玛家的儿子 雅吉那里去 有人告诉士美说 你的仆人在迦特 士美起来 背上驴 往迦特到雅吉那里 去找他的仆人 就从迦特带他仆人回来 有人告诉索罗门说 士美出耶路撒冷 往迦特去 回来了 王就差遣人将士美照了来 对他说 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事 并且警戒你说 你当确实地知道 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 那日必死吗 你也对我说 这话甚好 我必听从 现在你为何不遵守 你指着耶和华起的事 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 王又对士美说 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 你自己心里也知道 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 归到自己的头上 唯有索罗门王必得福 并且大卫的国位 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 直到永远 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他就去杀死士美 这样便坚定了索罗门的国位 在当时 要求取上一代国王的妃嫔 就等于是在要求王位 可见亚多尼亚并未放弃 夺取王位的念头 这让索罗门别无选择 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安定 只好处决亚多尼亚 而同样也被处死约压 跑去抓住祭坛的脚 在当时这有点像是逃城的概念 但由于祭坛内的庇护 只适用于过失杀人的情况 所以约压还是难逃一死 在两个王朝交接的时刻 这些处置对于索罗门来说 其实都很艰难 也都很需要智慧 但相信他已经将大卫的期许 放在心上 那就是 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遵循神的心意与典章 相信神在这过程中 也一路都与他所拣选的领袖同在 并且在这当中掌权 行公义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苏 我要将大卫对索罗门的期许 放进心里 尽心尽力 跟随你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门 把神的爱放进心里 让我们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